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米拉当年那段不堪的出轨恋中 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早已香香玉允的戴安娜王妃和她的两个儿子 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看视频前记得订阅点赞并分享哦 免得弄丢了找不到 我们接着往下看 因为伤痕太深 威廉王子和已经远走美国的哈里王子 或许永远也不会原谅卡米拉这位 曾经破坏了他们父母的婚姻 间接至母亲戴安娜王妃早亡的第三者 然而日子终究要过下去 生活并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很多事情也并不能以某个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尽管不喜欢甚至是怨恨 但威廉和哈里都没能阻止查尔斯在N年后把卡米拉娶回家的事实 如今经年过后 哈里王子对卡米拉的敌视 在其退出了王室后 变得更加鲜明 据悉 在哈里即将出版的回忆录中 继母卡米拉会成为其最主要的口诛笔伐的对象之一 相较于自由的哈里 作为王位继承人 为了顾全大局和王室的未来与传承 新近威尔士亲王威廉王子对卡米拉的态度要温和 微妙很多 然而 尽管这样也不能说明他就原谅了这位继母 近日 在王室传记作家安吉拉 来文撰写的卡米拉最新传记中 就透露了威廉对卡米拉的真实态度 对这位继母 威廉貌似只是给予了表面上的尊重和体面 当地时间10月10日 据外媒报道 事实上 对于卡米拉 威廉的态度十分分明 他只承认其是他父亲的妻子 但不承认卡米拉是他与妻子凯特 米德尔顿的三个孩子 乔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的继祖母 安吉拉在他的新书《卡米拉》 从被嫌弃的人道王后中有关于这方面的描述 据悉 在这本新书中 安吉拉通过采访卡米拉身边的朋友 亲人以及王室助手获得大量素材 叙述了卡米拉从最开始被王室嫌弃到获得认可 以至于最终丰厚的人生故事 书中还着重叙述了 这位新晋英国王后是如何处理与妻子威廉王子 哈里王子 以及他们的孩子乔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 路易王子 阿奇和莉莉贝特 哈里与梅根 马克尔的儿子和女儿的关系的 在安吉拉的书中 卡米拉最信任的助手之一 阿曼达 麦克马努斯透露 王后 卡米拉是一位非常热情 随和的人 作为继母 我认为 她把与妻子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安吉拉在书中这样写道 对于妻子和妻孙女 卡米拉采取了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 她认为能和他们和睦相处是一种奖励 她喜欢孩子 而且越多越好 她也非常喜欢乔治 夏洛特和路易 但威廉不是 威廉的态度很分明 威尔士亲王明确表示过 卡米拉只是她父亲的妻子 但不是她孩子的继祖母 乔治 夏洛特和路易有两个祖父 但只有一个祖母 这里的两个祖父 很显然指的是爷爷查尔斯三世和威尔士三小只的外公 凯特的父亲迈克尔 米德尔顿 而一个祖母则指的是卡罗尔 米德尔顿 据传 威廉王子一直对她的继母卡米拉感到不安 她和凯特也只是名义上的友好和礼貌 每年会公开准时为卡米拉送上生日祝福 出席公务也是毕恭毕敬 威廉和凯特还会教导孩子们在公开场合要尊敬长辈 但在私下里并没有和卡米拉有过多接触 每逢戴安娜生日和忌日 威廉和凯特都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祭奠真正的祖母 夏洛特还会亲手写信给自己从未见过面的祖母 表达沉重的哀思 即使卡米拉怎么努力 或是刻意去讨好三个孩子 但是双方始终存在隔阂 三个孩子对她的态度也是非常冷漠 而戴安娜王妃在威廉和她三个孩子的心里 有着隆重特殊的地位 据悉 戴安娜王妃在威尔士家的三个小朋友的睡前故事里 是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因为妻子威尔士王妃 凯瑟琳没有和戴安娜王妃相处过的真实经历 让三个孩子了解并记住戴安娜的任务 就落到了威廉自己身上 她总会在哄孩子们睡觉的时候 给她们讲一些自己母亲的事迹和善举 每年的母亲节 除了为凯特和孩子们的外婆卡罗尔庆祝外 威尔士家也会专门地纪念远在天堂的戴安娜王妃 2020年英国的母亲节 威尔士三小只不仅专门给戴安娜制作了赫卡 还给远方的奶奶写了手写信 其中最感人的就是小棉袄夏洛特的信 信里夏洛特公主告诉戴安娜 她们很想她 她们的爸爸也很想念她 亲爱的戴安娜奶奶 母亲节这天我非常想念你 我也非常爱你 爸爸也很想你 爱你的夏洛特 虽然不能原谅卡米拉 但威廉对这位继母也是有一丝认可的 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些年 卡米拉风雨无阻地陪在查尔斯身边 也给她带去了很多快乐 这一点 威廉还是很宽慰的 虽然她们 威廉和卡米拉的关系不亲厚 但也可以做到和睦友好的相处 加和万事兴 从大局观看 威廉和卡米拉能做到和睦相处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得不说 两人的胸襟 还是很宽阔的 这应该足以让查尔斯感到欣慰了 不过 换个角度 从卡米拉对两个继子的态度看 这位继母也是足够智慧和通透了 安吉拉的书里还写道 因为有自己的孩子和孙子 卡米拉也从未试图过 想要抢求过威廉和哈里的爱 客观上讲 卡米拉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她与前夫安德鲁 帕克 鲍尔斯 有一儿一女汤姆 帕克 鲍尔斯和劳拉 洛佩斯 现在又有了五个外孙子 外孙女 虽然和三小只没有与自家的孙子们亲密 但据悉 老太太与威尔斯家的三小只相处得也不错 这一点 从夏洛特一点不必闲地翻她的包包 找糖果这件小事上 就能看出来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威廉不承认 卡米拉是自己孩子的继奶奶身份 三个孩子也真不管卡米拉叫奶奶 三个小朋友继承了温莎家族骨子里的调皮 他们的曾祖母 已故的女王伊丽莎白 二十小时后 喜欢称自己的祖父乔治武士为英格兰爷爷 到了威尔斯三小只这里 就会称查尔斯为威尔士爷爷 查尔斯做了六十多年的威尔士亲王 称女王为干干 据卡米拉透露 乔治三兄妹称她则为高杠 某次接受媒体采访时 卡米拉表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 他们认为我有点糊涂 高杠的意思是年老糊涂的 疯疯癫癫的 这很有趣 也非常甜蜜 王室专家阿曼达 麦克马努斯认为 即使卡米拉是查尔斯的真爱 也得到女王临终前的认可 并成功丰厚 但是大部分王室成员仍然都不认可她 也不会给她相应的尊重 卡米拉只是个空头王后 威廉王子作为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 多年之后肯定会继承王位 等待卡米拉的 真不好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记得订阅并分享我 我们下期再见